这是德国深海捕鱼队最得意的超级伙伴 现在正停靠在港口里等待着新一轮的起航 出海一趟就可捕捞6000吨深海飞鱼 后勤工作人员正在紧摸密鼓的安排补充物资 不能延误任何一分钟的时间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一趟捕鱼探险通常持续好几周的时间 航行期间要面临着变幻莫测的极端海洋环境 但是对于这些船员来说 这是一份梦想中的工作 每当看到这些白花花的渔货时 他们称其为深海白银 这些渔货是通过数百米长的拖网 经过数小时拖行捕捉而来 轮船的甲板下方就是巨大的鱼类加工厂 这里有着一整套冷链加工系统 确保工人可以每周七天 每天24小时不间断作业 当渔民每次出海时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这一趟 要在海上具体待多久 如果遇到恶劣的极端天气 可能就会耗费更长的时间 但不管怎样 作为船长的加伯尔 需要肩负起全船58名船员 以及货物和船只 最终都能安全返回港口 这也是加伯尔船长的第一要务 他说他来到海上后 对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会感兴趣 这就是特奥多拉号深海捕鱼轮船 专门用于太平洋渔场的 托网捕鱼行动 一年当中有超过300天 飘洋于深海之上 它长达140米 宽20米 今天他正停靠在 阿姆斯特丹港口的干船坞内 工人正在给他刷一层全新的油漆 并且对船上的设施设备进行维修检查 因为每一趟出海捕鱼 都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设备损坏 需要在靠岸后进行技术检查 比如检查船舵的运转 螺旋桨的钢壁是否磨损 电子电气装置是否灵敏 一旦出现故障 就必须在进港后的24小时内修复完成 现在船长正在检视维修进程 像这样的毛链检查 也是必检的项目之一 因为链条本身 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损 链条的厚度就会减少5毫米左右 同时要特别注意声纳装置是否完好 黑暗的海底捕鱼全都依赖这种装置 它就像是轮船的水下眼睛 通常捕鱼的时候首先使用低频声纳 声纳能在更远的距离定位浅滩 定位距离可达三四千里 一旦轮船靠近浅滩时 低频声纳就会丧失一些定位功能 此时就会切换成高频声纳系统 全船一共有四套声纳系统 缺少一套对它们的捕鱼结果 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就是重达好几吨的货舱盖 需要吊到甲板上 由于轮船又闲上的起重机损坏 接下来只能依靠租运的外部起重机 进行调运 此时二福通过无线电 与起重机司机进行联系 货舱盖板被缓慢地吊起 并盖在甲板的舱口上方 有几名工人手动协助调整位置对齐 干船物的工人则启动进水阀门 几个小时后 这艘特奥多拉号深海捕鱼船将再次漂浮 德国最大的深海拖网捕鱼船 将被拖过这条河港 开启新一轮的深海捕鱼之旅 船员们正在舰桥上做好准备 首先第一艘拖船就位 第二艘拖船也来到船尾的位置 甲板上的工作人员将缆绳扔到拖船上固定完成 它与拖船的连接完全依靠船尾的这个巨大的脚盘 接下来有两艘拖船一前一后将巨大的捕鱼船拖行离开狭窄的港口 船长此时能坐的只是简单的方向控制 而甲板下方的轮机室里只有一台发动机在低速运行 第二天一早 德国最大的拖网渔船已经停靠在荷兰港 现在需要为接下来的捕鱼行动做好准备 首先就是检查船员名单 从这张表里能够看到每个船员被分配到哪个站点做什么工作 广场上也已运来了4000多只拖盘 这些拖盘主要是用来存放包装好的冷冻余货 5分钟的时间他们就能装满一卡车的拖盘 整个过程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就能全部完成 甲板上的工作人员正在同步计算拖盘的数量 以确保中央货舱的每一处空间都能完美地利用起来 同时船员所需的各种生活物资也必不可少 他们需要补充4到5周的食物和饮用水 同时还有用来在船上销售的巧克力 试利架糖果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香烟 如果没有香烟 用不到三天 船员的情绪就会迅速恶化 这些香烟在交货后被立即送往储藏室锁起来 因为它们都是免税的 并且没有被授权在陆地上进行销售 同时舰桥上的驾驶人员必须对船舶系统进行一系列的运行检查 通常他们需要检查这种黑匣子 每一艘渔船都会配备这种设备 必须要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转 它的功能就是使渔业当局能够随时看到渔船所处的位置 一旦遭遇危险情况就可随时实施营救 当所有的物资和货物都装船完成后 船长还会进行最后一遍检查 防止一些大件重物没有固定到位 从而带来安全隐患 一切都必须以试航的方式固定 接下来加伯尔船长登上轮船准备起航 此时一艘拖船使来将拖往渔船拖行至开阔水域 也就是被拖往离海岸5海里处 接下来他们第一站要去往400公里外的多佛卡利渔场 这也是世界上最狭窄的航行区域之一 并且来往的渔船非常多 人人都希望在那里捕捉到肥美的飞鱼 这里就是渔船上的厨房 厨师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床进行准备工作 然后他需要制作足够的面包 与此同时二父则需要召集船员来到甲板上进行早会 船上的每个人都必须到场不得缺席 随后开始点名报道环节 二父需要告知大家遇到紧急情况后的处理方式 以及接下来的工作事项安排 很快厨房里的面包也快制作完成 吃完早餐就会迎来繁忙的捕鱼工作 德国最大的深海拖网渔船特奥多拉号 正在前往英吉利海峡的多佛卡利渔场 它现在正在向西矢巷大西洋 只为捕捞超过6000吨的飞鱼 渔民正在甲板上准备700多米长的渔网 他们用卷尺测好距离并固定好传感器 传感器的作用是将水底渔群的重要信息发送到驾驶台 船长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将拖网往哪个方向拖拽 甲板下方的渔货加工厂也在紧张地调试设备 仓库里一排排的托盘也已摆放到位 一组工作人员正在调试传送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 所有的渔货都是要通过传送带来运输 同时工厂管理员必须检查所有设备测试完成 他们每天要在这里加工数百吨飞鱼 用来临时存放飞鱼的料斗上方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凉水注入 以确保渔货不会变质 很快拖网渔船已到达林子五线附近的捕鱼区 船长希望在接下来的第一网便能顺利找到飞鱼群 这样便能提前完成任务返回港口 这片海域布满了各种游轮、货轮以及渔船 船长必须加倍小心避免发生意外的碰撞 此时渔民正在甲板上准备好测网仪 另一名船员则在驾驶室里操纵脚盘将渔网放入深海 一网的渔货大概可以拉起50吨重的飞鱼 这个脚盘可以一次拖起60吨的重量 剑桥上的操作人员必须时刻关注甲板下面的状况 并同时与船长保持密切联系 以便接收船长的一切指令 渔民们需要注意硕大的体炼 他们通常会与网绳纠缠在一起 必须将其捋顺 否则有可能造成渔网不能顺利打开的可能 随着大网的最后部分没入水中 接下来就是下放非常重要的水塔板 这个时候操作人员需要非常小心 因为悬挂在头顶上方的就是重打几吨重的滑轮和钢锁 一旦碰到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造成伤害 这种水塔板是由特别的钢制造而成 在水下缓慢地将网口分开 接下来就是轮船拖着渔网以缓慢的速度往前航行 位于甲板下方的发动机舱看上去就像一个发电厂 有三台重型船用柴油发动机 整个发动机舱占据全船的四分之一左右 为特奥多拉号提供人人不断的动力 轮机长作为船上除了船长以外的唯一管理者 他与船长一起为航行做决策 他需要对于船上的一切设备负责 这里共有两台发动机作为主推进设备 另外第三个引擎作为备用引擎 只会在恶劣天气情况下需要更多的动力时启用 或者有其中一台发生故障时才会启用 每台发动机能够迸发2万匹马力 甚至包括这里的绝大多数设备都有备用装置 以防止在茫茫大海中发生意外时可以紧急启用 检查机油量是发动机舱的日常工作之一 通常它是通过卷尺测量 每天必须加满约70升的机油量 德国最大的深海拖网渔船即将迎来第一网的起网时刻 船长跟随声纳上的渔群 当捕获传感器发出嗶嗶声的时候 就证明水下的渔货量已经满载 于是开始操作脚盘进行收网 要享收起700米长的渔网需要10分钟左右 此时大量的海鸟也聚集过来企图分一杯羹 很快飞鱼从渔网的末端露出头来 站在甲板上的渔民开始准备特制的真空泵 他们将网的末端固定到泵头上并固定好接头 接下来将溪头放入海里 船长坐在舰桥上观察着甲板上的一举一动 随时发出操作指令 随后还要将软管接上连接溪头的一侧 这样做的目的是从下面的网中抽取成吨的渔货 接着打开真空泵的开关 无数的飞鱼被吸上轮船 随着管道直接来到甲板的舱门口 但是它们需要对这些飞鱼进行取样 剩下的渔货将直接进入甲板下层的加工厂 飞鱼通过滚轮系统上的滑槽时 会根据大小进行分类 然后通过不同的传送带运送到加工区 滚轮之间的距离由小逐渐增大 小鱼先落下 大鱼最后落下 然后来到冷水浸自槽中短暂的存留 随后被传送带送往冷冻市 先前取样的飞鱼被用来解剖查看鱼卵的含量 死性鱼携带着大量的卵 这是渔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鱼卵的含量越多代表着收入的增加 通常这种鱼卵会销往日本市场 它的价格往往是飞鱼的好几倍高 飞鱼肉则通常销往亚洲其他的人口大国 或被制作成飞鱼罐头等其他鱼类产品销售 捕捞上来的飞鱼经过传送带来到冷冻间 它们被放在一排排整齐排列的铁盒子里 然后进行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冷冻处理 两个半小时后 这些飞鱼就会被冻成锤子一样 但是今天很不幸运的是 这一批鱼获得大小不理想 鱼卵的含量也非常不乐观 继续在此捕鱼就意味着浪费时间减少收入 所以加工厂的管理员会通知船长给出建议 此时加布尔船长必须做出最终决定 是否换的地方寻找更大更肥的飞鱼 甲板下的商店每周开放一次 二副负责在这里售卖香烟和其他生活用品 这些免税商品相对来说非常便宜 这名渔民说 没有什么比没有香烟更糟糕的事了 任何时候香烟都是必备商品之一 有了它干活才更有动力 与此同时 冷冻室里的飞鱼也被冻成一块块了 工人利用铲子将其分开独立 然后放上传送袋 整个工厂里有48台冷冻机 当一切顺利时 在6个小时内就能完成90吨鱼货的冷冻工作 每天要加工超过300吨的飞鱼 这些冻鱼块随着传输带来到包装机 首先自动包装机将其打包完成 然后飞鱼被运送到零下27摄氏度的底层仓库里 这里有两名工人穿着厚实的棉衣进行托盘马放工作 在这里工作需要每30分钟换班一次 因为温度实在是太低了 由于第一网捕获的鱼货偏小且鱼卵的含量较低 所以船长将拖网渔船使向天气更寒冷的水域 这里有着5米高的巨浪和刺骨的寒风 但是阻挡不了渔民们搞鱼的决心 他们一网又一网地捕捉 距离6000吨的鱼货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一网能够拖起60吨 意味着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要拖起100网才能完成目标 深海捕鱼经常发生在恶劣的天气和波涛汹涌的海面 这些渔民需要克服一切寒冷和海浪 但是收入往往也与付出成正比 通常一个月每人可获得15000欧元左右的薪水报酬 如果风浪高于5米以上 出于甲板人员的安全考虑 船长会下令暂停捕鱼 此时甲板下的工厂里也开始停止运转 他们需要在这个间隙里清理机器设备并维护维修 第二天天气很快赚晴 德国最大的深海拖网捕鱼船恢复捕鱼 此时在这个海上加工厂里 已经完成超过15万箱的冷冻飞鱼产品 深海捕鱼是一项将人们带向极限的职业 在轮机室里有着酷热的高温和肮脏的机油 在鱼类加工厂里有着腥臭的气味和冰冷的海水 在甲板上工作更是危险重重 时刻都有被大风大浪掀翻的可能 这里的工作量也是超级巨大的 每天的工作时长足足达到12个小时 船长需要时刻寻找更多更大飞鱼的海域 并时刻关注前方的海况 确保全船人员的生命安全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分工 出海的第17天 特奥多拉号的海上捕鱼作业进展顺利 现在已经完成了接近4000吨的飞鱼捕获量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令船长感到担忧 因为轮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发生了方向舵施林的故障 此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排查并维修 船长报告了这一情况 并将这些事件一一地记录在日志中 接下来他准备以每小时3到4节的速度向东移动 然后远离其他渔船找到一片安全的海域 进行下谋等待拖船前来 预计12个小时后返回港口进行维修 这也意味着捕鱼作业到此结束 此时船长下达了收网的指令 与此同时甲板下的工厂也停止了一切运转 甲板工作人员则准备好缆绳 准备好拖船前来的一切工作 强风和巨浪每15分钟就会拉动毛链 船人必须时刻检查毛的状态 终于等到拖船的到来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连接工作 这艘德国最大的拖网捕鱼船 带着4000吨未完成的渔货前往港口 接下来就是繁忙的卸货工作 好了这就是德国深海捕鱼人的日常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您喜欢此类视频 欢迎订阅关注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